咱们中国呢 是使用公质单位 我们讲的是米啊千克啊 美国人呢 他一直在用英质单位 所以在美国人当中 如果要表达自己的身高 都是说几尺几寸 所以呢 如果有个美国人跟你说 他身高五尺七寸 那么 这时候相当于我们在说一米几呢 有一个简单的换算公式 这个公式呢是这样的 英尺加上英寸除以十二 因为还有一个复杂的地方是 英尺和英寸之间的关系 不是十净值的 不是说十英寸等于一英尺 而是十二净值的 十二英寸等于一英尺 所以呢 在这个计算当中 我们先要拿这个英寸 去除以十二 那就变成把十二净值的 这个英尺英寸的关系 变成十净值了 所以这个括号里面算下来呢 就是以十净值方式表达的 几点几英尺 然后 乘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就是零点三零四八 所以五英尺七寸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一米七 那么 我们怎么样写一个程序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写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啊 让用户输入它是几尺几寸 然后输出说 它是多少米 这样一个程序要怎么做 我们说 学编程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学想法 我有一个问题 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 我怎么能够写一个程序 最后把它给解决出来呢 任何的程序 你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说 我要有输入 然后我要有计算 最后呢 我要有输出 当然中间的计算 可能会非常复杂 可能会非常长久 那么 在这样一个程序里面 我们要输入的是什么 我们要输入两个数 多少英尺 然后呢 多少英寸 我们要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多少米 因此 根据这个知识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程序里面需要什么呢 我们程序啊 应该有一个 用来表达输入的 多少英尺的 以及多少英寸的 这两个变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要读进来 读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做计算 计算完了以后 我们要输出 所以最后一定会有一个 system.out.printed line 中间呢 去做一下计算 所以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把它们都读进来 所以呢 我们先要去构造那个scanner 然后把它们读进来 对不对 那这一句呢 以后大家会用的很频繁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好像我们在小学里面 刚开始学作文 老师都要求大家 准备一个什么 好词好剧本 对不对 你看到有什么好句子 赶紧把它摘下来 好吃 赶紧把它摘下来 你也 现在也可以准备一个编程常用 这个习惯用法 然后呢 准备这样一个小本子 那么把这句话呢 抄在那儿 当然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就很简单 拷币粘贴一下就行了 对吧 下次呢 老师说 哎呀 我现在这个程序里面 需要输入了 把那段拷币粘贴过来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输入 那个foot和inch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foot呢 等于in的nextint 然后这个inch呢 也等于in的nextint 我们分别的去读进来两个数 表达inch和英寸 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做计算 计算完整就输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有输出 我们会输出说system.alt.print 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的是我们那个计算的结果 对吧 我们还记得那个计算是说 我们要让foot呢 去加上inch除以12 然后乘以0.3048 好像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输入说5尺7寸 哎 这结果怎么不对啊 我们刚才在课件里头看到说 我们在课件里面看到是1米7 不是1米524 什么地方不对 我们的公式好像是对的 foot加上inch除以12 再乘以0.3048 我们再试几个数试试看 如果现在是5尺0寸 还是1.524 如果现在是5尺9寸 如果我们现在是6尺0寸 1.828了 但是如果是6尺1寸呢 还是1.828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我们那个输进去的英寸 没有起作用 只有英尺在起作用 那么会不会是我们前面某些输入的地方不对呢 要知道自己输进去的东西 对不对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把输进去的东西再输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说 我们在这读进了两个数 然后我们就直接说 我们把我们输出的说这个foot等于多少 然后呢 来一个inch等于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说 到底你程序读进去 我们的输入对不对 对吧 在做任何检查之前 首先应该先来确定这件事情 到底你是不是正确的读进来了 我们来预讯一下 我们还是来看5尺7寸 foot等于5 inch等于7 这是对的 那为什么那个计算就错了 为什么输出的计算结果是不对的 肯定有地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拿inch去除以12了 inch是一个 我们定义在这儿 这是一个int型的变量 说这是一个整数 整形的变量 12也是一个整形 当两个整形的变量 在做除法的时候 它的结果 只能是一个整形 我们可以再试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在程序里面说 我们希望呢 能够输出一下 10除以3的结果 我们知道10除以3 应该是3.33333 无限循环 对不对 我们试一下 现在在我们加把程序里面 10除以3是什么呢 我们得先输入两个数 5.7 这个3是我们这句话 输出的结果 他说10除以3呢 是3 而不是3.3333 在加把里头 两个整数运算 两个整数运算的结果 一定只能是整数 我们有加减乘除 四种运算 加和减 当然整数加整数 整数减整数没有问题 乘也没有问题 3乘4是12 它还是会是一个整数 但是除法 我们知道 如果你拿3 去除以4 我们应该得到的是 0.75 四分之三 但是对于加和来说 不是 因为整数的乘法 除法永远也只能是整数 所以3除以4的结果 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0 它把所有的小数部分 都抹掉了 所以10除以3 就只有3了 后面的点3333 就没有了 都抹掉了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拿那个硬 去除以12 结果呢 因为硬去一定是小于12的 对不对 12净值的硬去 一定是小于12的 所以任何小于12的数 去对12做一个整除 结果就只有0 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 就是好像只有那个 英尺在起作用 英寸是不起作用的 怎么办 修改的办法很简单 因为在这个处法当中 硬去和12 两个都是整数 所以不行 只要有一个不是整数 就可以了 如果我把12改成12.0 12.0和12 在甲巴里头 是不一样的东西 12.0有了小数点 小数点后面有了数 这就表明呢 它不是整数了 虽然它的值 我们从数学上来说 12和12.0是一样的 但是对计算机来说 12和12.0不一样 因为一个有小数点 一个没有小数点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改成12.0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现在5和7 1.7 1米7就对了 所以对于甲巴来说 对计算机来说 我想对大多数语言来说 有小数点的数 和没有小数点的数 它们是不同的 这个带小数点的数呢 在计算机内部 我们会把它叫做浮点数 但浮点数 本来这个词的意思呢 是说小数点是浮动的 要表达小数呢 我们还可以有定点数 就是说这个小数点的位置 是不动的 但是我们通常呢 就会用浮点数来表达 所有的带小数点的数 所以有小数点的数 我们就把它叫做浮点数了 因此我们看到 只要把12改成12.0 运算就对了 因为只要在一个运算当中 我指的是一个运算符号的两边 你不能说我整个运算里头 我是说在这个除法运算的时候 它的两边 一个是整数 一个是浮点数 只要在这一个运算的两边 出现了一个浮点数 那么 贾瓦会把它转换成为 两个都做浮点 然后呢 按照浮点的运算方式来做运算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了 那 既然说在这个除法运算的两边 只要有一个是浮点 我们除了可以把12改成12.0以外 我们也可以把int改成浮点的 我们之前定义变量的时候 说int 比如说int price int amount int foot int inch 那个int呢 是说这个变量是整形的 如果要表达浮点 我们需要把int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double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呢 我们维持 这是12 我们需要把inch改成double 那就是把 在inch定义的时候呢 把这个int 改成double 当然 这么改完之后呢 这个inch就变成double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运行还对不对 说这是 五尺七寸 没问题 当然有个小细节是 现在这个inch读进来 我们输进去是一个七 我们输入的时候 没有带着小数点 没有带着零 但是呢 它输出的时候告诉我 这不是七了 这是七点零了 因为在正算机内部 它是一个浮点数 我们用浮点数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所以在这个除法的两边 只要有一个符号 只要有一个数 是浮点数 那么它就是一个浮点的 运算的方式 而浮点的变量呢 我们就要用double来表达 那如果你足够细心 也许你会发现说 这儿似乎有点点问题 因为我们在用int next int 而int说这是整数 我们说 我们让那个输入的东西 帮我们去读一个整数进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整数 交给了一个浮点的变量 这样行吗 这样是OK的 因为所有的整数 都可以由浮点数来表达 对不对 你想我12可以表达为12.07 可以表达为7.0 所以这没有问题 我可以把一个整数交给它 当然我也可以 既然我有next int 你应该猜得到 它可能也会有一个next double 我们来试试看到 有没有next double 我们如果把这个int 改成了double 当然我们仿造它的这个 拼写的这个规则 对不对 int既然第一个字母 rx大写 那我double也把第一个字母 第一大写 我来试试看 它没有给我报错 就说明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同样的我还是给它5英尺7英寸 没问题 所以我读一个整数进来交给double 可以读一个double进来 读一个辅点数进来交给double 当然也可以 当然现在既然我读的是double 我就可以做这个事了 我们来看 如果我说5尺7.0寸 当然也可以 那辅点数在计算机内部呢 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方式 去表达它的 辅点数和辅点数的运算 是有误差的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看 这个1.2减1.1会是多少呢 当然这谁都会算 我们知道这是0.1 是不是Java也认为是0.1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不妨呢 在这个程序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他算一下说 1.2减去1.1是多少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他说这不是0.1 这是0.99999987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数和0.1很接近 但它毕竟不是0.1 在计算机内部呢 辅点数是以一种 特殊的方式去表达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 做出精确的这些计算来 当我们需要做 精确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 整数的方式来进行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会有整数这种东西 我们知道 当我们学数学的时候 小学数学就学 这是自然数 对不对 人们天生的就会去数数 12345这么去数 但是呢 实际上所有的数 都可以表达为 带着小数点的数 可是在计算机里面 我们刻意去把它分开来 是因为整数呢 是可以做精确的计算 可以做精确的表达 所以它还是有 非常大的用处 而且整数的运算的速度呢 也会比辅点数要来得快 好